冷战期间,苏联建造了世界规模最大的飞弹巡洋舰舰队和核潜艇舰队,为了对抗美国的核动力航母以及战略核潜艇,苏联还专门研发了大量的陆基反舰弹道飞弹,由于苏联浮原辽阔,当时离海已经成了苏联的内海,作为一个内陆湖,离海常年风平浪静,而苏联也利用这个世界最大内陆湖建造了世界最大的必效飞行器。 离海怪物,这个外形酷似飞机和船结合体的地效飞行器拥有8步发动机,最大飞行重量接近500吨,而且背上还背了6枚白铃超音速反舰飞弹,骑在海上速度非常快,一般船只都难以追上它的速度,可以出其不意进行反舰打击,同时其庞大的舰体可以搭载800名士兵,航程接近8000公里。 地效飞行器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但离海怪物这么大的地效飞行器非常少,受到这款飞行器的刺激,中美在内的不少国家都对地效飞行器进行了研究。 然而美国缺乏使用的效飞行器的平静海域,中国却在地效飞行器的研发上走出自己的路,地效飞行器依靠的效贴的飞行,对地面平整程度要求高,因此离海平静的湖水适合大型的效飞行器的飞行。 但由于地效飞行器距离地面太近,受到的效影响非常大,因此实际上乘坐非常颠簸,乘坐体验不强。 而中国创新性采用了无人的效飞行器,其飞重量近三吨,最大挂载达到了一吨,可以携带多种侦察和攻击设备,其最高速度可以达到600公里。 平时在水面3-5米位置贴的飞行,而这其实是中国最新的水下杀手的载具。 目前水下武器中,超空炮水雷是目前最先进的技术之一。 超空炮水雷利用高速在水雷头部产生高温激波,蒸发顶部的水形成超空炮。 而这层超空炮将把鱼雷包裹起来和水面隔绝,从而降低水下阻力,让超空炮水雷的水下速度超过200节, 也就是370公里的时速。 苏联超空炮水雷的研发中心在哈萨克,尽管这个国家没有海,但在苏联时期却是超空炮水雷的主要研发地。 其研发的超空炮水雷具备非常强悍的能力,只是由于超空炮水雷在形成超空炮时需要非常大的能量。 这让水雷的续航力只有15公里,而且产生巨大的噪音,容易暴露攻击对象。 而中国采用的小飞行器和超空炮水雷结合的方式,解决了超空炮水雷射程短的问题。 地小飞行器贴的飞行非常容易把自己的雷达特征和海面砸波混合起来,难以被敌方发现。 而其600公里的时速,可以快速接近目标船只,在其靠近船只,让对方船只进入超空炮水雷射程后。 在发射水雷,15公里的距离以超空炮水雷的航速只需要不到2分钟就能跑完,而2分钟让水下声音那发现锁定并拦截一个200节的目标几乎不可能,可以做到非常高的精确度。 众所周知,如果算在前几天得到官方正式承认的,正在建造中的第二艘国产航母的话,我们国家算是有三艘航母的。 这就算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股实力不弱的海军力量了。 我们再看看世界第二军事大国俄罗斯,它仅仅只有一艘航母,并且这一艘库兹涅佐夫号现在还被大型设备给砸伤了。 不过,我们国家并不是亚洲拥有航母最多的国家,最多的国家已经拥有四艘航母了,它就是我们的邻国日本。 日本拥有的这四艘航母是直升机航母。 不过就在日前,日本的当局表示,将要对出云号直升机航母进行改造,使它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航母。 不过由于出云号的甲板的长度仅仅只有248米,是要明显小于一般的航母的。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家常航母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日本打算使用美国的F-35B作为舰载机,相信凭借目前日本和美国的关系,美国也是很乐意赚这一笔钱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美国这是放虎归山的行为,但是即便是日本的这些航母火力全开,也不是美国的对手。 毕竟核动力航母的战斗力是摆在那里的。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航母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显然而知,世界上拥有航母数量最多的就是美国,而全世界各国的现役航母每加起来,才只到美海军航母的一半。 中国航母的事业稳步发展,从辽宁舰服役以后,就迅速跻身于航母大国的行列中。 如今002号航母正在进行海事阶段,预计明年就可以加入到中国海军的异议。 我们离双航母大国的时代越来越近,而最近又传来一则好消息。 根据新华网微信公众号报道,中国003号航母已在上海江南造船厂进行稳步开工建造之中,这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同时网上也曝光了003航母的分段施工建造的照片。 据专业人士分析认为,这是一艘排水量达8万吨的标准级航母,而且这艘航母采用的是斜角直通式甲板,而且航母将会采用电磁弹射起飞的方式。 就在我国航母传来的好消息时,让国人大未振奋,但是美国也传来了一则有关航母的消息。 据媒体透露,美国国会在会上做出了汇报,其中就提到美国正在建造了第12艘航母,也就是福特级和动力航母的第二艘肯尼迪号。 会议上指出,这艘航母已经建造了一半以上了,预计明年就可以下水进行测试。 计划在2024年就可以到美国海军服役。 美海军的福特级航母是采用电磁弹射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11万吨,航速可达30节以上,可搭载75架舰载机。 这款福特级航母采用了多种黑科技,其技术复杂,研发成本非常高,在建造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出现问题。 相比美国而言,中国的航母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我们跟美国航母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我们正是因为能正视不足,才能稳步发展。 早晚有一天我们的航母技术会超越美国。 印度拉纳号飞弹驱逐舰 近日,据媒体报道,最近两个亚洲大国举行首次海上军演,这次印度派出了拉纳号飞弹驱逐舰前往印尼四水港,参加印度与印尼海军的首次代号为海洋力量的双边演习。 双方在这次演习中高调展示联合战力,并还扬言要盯紧中国,难道印度也要准备进军南海交局吗? 对此中国一定要保持警惕,印度与中国关系并不是很好,在几次的边境摩擦与战争后,印度更是将中国视为其发展道路上的阻碍与对手。 虽然实际上印度在军事方面要与中国匹敌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它插手,干预中国事务的野望一直存在,前段时间印度将自家的东向政策强化至东向行动政策, 这意味着其不但对中国南部海域苦视单单,对东北亚事务也想要插手。 拉普杰特号,印度是印度洋为其内海,所以不遗余力地强化自身海上力量,在中国海军还尚在起步阶段之时,印度就已经用购买的手段得到了航母我。 而这次参与印尼演习的拉纳号驱逐舰,是印度拉杰普特级驱逐舰的二号舰,显号为D52。 那么这拉杰普特级到底有多厉害,会是中国055的对手吗? 实际上,从数据上来看,其与中国055相比,就是半斤废铁对上发两黄金,拉杰普特满载排水量仅仅只有5000吨左右,最大速度35节。 主要武器系统有一门奥托梅拉拉76,2毫米舰炮与四座AK230进防系统,四挺SSN2D鸣和反舰飞弹发射器,还能携带一架TEL轻型多用途直升机。 只看武器装备对比就知道,老旧的拉纳号对上中国新锐的055极有可能被直接秒杀,不提其他方面的差异。 055的禁防炮拥有11根炮管,而拉纳的AK230顾名思义只有双管,看上去十分可怜。 出国访问了拉普杰特号,拉纳号所属的拉杰普特级是在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仿照前苏联卡辛级,全部由俄罗斯设计的驱逐舰,因而又被戏称为卡辛-II级,只有首线拉杰普特号安装的印度吹嘘已久的布拉莫斯飞弹, 而拉纳号不但只能用老旧的鸣和飞弹,甚至连锤发系统都没有,无论是火力还是反应时间,都大打折扣。 这次印度与印尼举办海上联合军演,一方面是促成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另一方面则是如同印度的报道所言,为了遏制中国在南部海域的发展,甚至印度还想趁机发展其东向行动政策,在中国地区散布其影响力,真可谓是心理天高, 但是看住其寒碜的海上力量,就可持其美梦必然不会实现,我们都知道,人类迄今为止共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中,诞生了很多性能先进的武器装备,海战也逐渐成为现代战争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们都知道,大海喜怒无常,在海上安全航行都需要一再小心,更不用说要在海上打仗了,为了提升自己的海战实力,各国在军舰的研制上都投入了很大心血,随着造船技术的提升,航母逐渐走入了大家的视野,自航母诞生后,就成为海战中必不可缺的一份子。 即便到现在,航母依旧是世界各国追求的武器,能够独立研制航母的国家并不多,说到这里,小编忍不住夸夸我们的航母,虽说,我国航母起步时间晚,在研制的过程中,